大家好,我是阿凯 欢迎大家来一起学习母子琴 学习之前我们先做好心理建设 避免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首先第一个,母子琴 其实它比我们常见的 像吉他、优克利里、口琴 这种小乐器都要简单的 所以你学起来也不用太大压力 第二点,弹琴 它首先是一个技术活 技术活其实没有太多的捷径和窍门 就是你得多练,全部离手 取不离口,多练自然就能掌握了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不要一上来 就挑战太难的曲子 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开始 比如说我们这个谱子 上面会有这样的,我们看一下谱上 我们会在标题 下面右边会标的星星 难度这里标的星星,像一颗星星 就是一星级难度 有些是两星三星四星这样排过去 一般来说 一星两星这种难度的话 只要你愿意练 花几个小时都是能掌握的 三星呢 需要你练习更长时间才能掌握 四星以上的呢 一开始建议不要去挑战 即使是弹到我算比较熟的了 四星五星的曲子也需要 反复反复练习很多 练习很多遍 练习很久才会弹的有表现力 才会好听 那还有一个呢 最后一点,第四点就是 练习的时候要放慢速度 为什么要放慢速度呢? 因为肌肉会形成记忆 你放慢速度尽量保证自己弹的是对的 这样你就会形成正确的记忆 形成正确的记忆 练的多了 熟练了 自然而然就能弹的快 如果你练习的时候太弹快了 老是弹错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记忆 错误的记忆呢 造成你每次弹到那个地方 就总是出错 总是出错 所以这个急不来 循序渐进 从简单的开始练 然后保持慢速 形成正确的记忆 好,祝大家学有所成